人按照正常的可以活到125歲 但是現在有幾個能夠活上100歲的 太少了 都是怎麼來的 都是自己害死自己的 因為別人看不了你 中國人他為什麼人這麼多 跟我們的飲食養生保健是有密切關係的 其實養生是這麼簡單無比的事情 沒有那麼多絕問 第一個是當地的 老天會在這個地方長這個東西 就是給這個地方人吃的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現在沒有 現在告訴你 這個是墨西哥來的 那個是義大利來的 這個是天上掉下來的 那個是地裡面跑過來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假的 那你要相信那是你的事 人類富同有無 其實不是在這些地方著眼 不是 你該吃辣椒的地方你就要吃辣椒 不然你身體不會好 你到不該吃辣椒的時候你就少吃辣椒 西瓜就是要下天吃 你搞的冬天是西瓜 那你自己倒楣 他老天會在什麼時機 會在什麼地方長什麼東西 第一 他是經過很周密的計劃的 第一個是當地的東西 第二個是當令的東西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故意啊 在這個時候 可以收購的 我們讓它延長 為了賺錢嗎 或者讓它提前 現在不是讓它提前 就是讓它延後 這個 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 就叫什麼 就叫逆天行事 那逆天行事誰倒楣 你自己去想好了 我祖父是中醫 我從小跟他在旁邊 他有一句話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他說你這輩子只要記住 什麼東西少吃一點就夠了 我小時候不敢問 我十幾歲我就問他 為什麼少吃一點就沒有問題呢 他說 就算有毒 你中毒的量也不夠 也沒事 你看多好一句話 你今天怎麼知道什麼東西有毒 你怎麼知道 你腦吃那個 你中毒就過量就死了嗎 它呢 東吃一點 西吃一點 每樣吃一點 每樣的毒 毒不夠死 那就好了 只要那個毒的量不讓你死 它自然會排出來 所以養生只有三個秘訣 你如果真的了解中華文化的話 第一個 觀念要通 你觀念不通 你害死自己 講一大堆理論的人 都是觀念不通的人 沒有那麼囉嗦的嘛 有這麼囉嗦 第二個二變通 什麼叫二變通 就是大變小變都要通 你不看見小事情 只要有一個不通你就完了 為什麼大變小變這麼重要 因為這種事情 沒有人可以代替你做所謂重要 你看你發財的人 有幾個億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做得到 我就佩服你 你請兩個秘書 一個叫小變秘書 一個叫大變秘書 當你想小變說 你去 爬去 你別死了 爬去 一句話講完了 你再有錢 再有事 再有地位 開小變 乖乖的自己去 一句話就這樣完了 凡是別人代替不了的 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自然 這就叫自然 大小變只要有一變不通 你就開始要小心了 你不要小看它 它是會治你的命的 觀念通 二變通 還有一個什麼 氣血通 你只要氣血通 就沒有問題 現在很多人 根本氣血不通 其他都是小事情 我們一二三一二三 你看剛才講冒險 都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就沒有了 就是中文 他做事情 很會抓住要點 抓住重點 沒有那麼囉嗦的 人 是怎麼死的 答案非常簡單 答案非常簡單 是被氣死的 被誰氣死的 那答案是更可笑 被自己活活氣死的 所以人類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 就是要了解自己 不要讓自己平白的 把自己氣死掉 這樣我們才知道 為什麽 孔子要我們 返求諸己 一切 都是自己 折出來的 我們大多數人 只有一個毛病 一句話就講完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做不到 什麽時候你又知道 你又明白 你又做得到 那你沒事吧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中文很喜歡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手一直伸 一直伸 伸伸 我請問各位 你的手為什麼能夠變得那麼長 就是你的筋嗎 不是骨頭啊 骨頭沒有那麼大伸縮性 骨頭多長是多長 你會變長是你的筋 這個筋就是氣 所以氣一來 他就髒了 氣一退 他就消了 就縮了 伸縮之如是筋 而筋就是氣的通道 氣 西一 不了解的原因 因為西一 只相信看得見的東西 他不相信看不見的東西 你跟他講血 他可以實驗 他可以錯誤 他可以再搞這搞他 他就相信 那氣呢 他覺得很奇怪 哪有氣 然後他告訴他 我沒有感覺 我最怕聽這句話 我沒有感覺 其實我不能講真話 因為我讀了老子書 我就知道做人是不能講真話的 你看老子寫的五千字 趕快跑 就他說的真話了 對不對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不說真話 我是不是說假話呢 不是 我從來不說假話 但是一目說真話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講的東西 全世界沒有人像我們這樣 我的東西都可以實證的 因為我是學實證的 你到古董店去 看上一個古董 你就問那個東西 這是真的假的 我保證他會講我這話 他會說 這一定不是假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你去聽好了吧 西方人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不是假的就是真的 中國人 真的假的當中有一個更多的部分 叫做實 所以中國人專門講實話 實話未必真 我是醫生 我是醫生 我診斷你的病 是這個病 真的嗎 不知道 死 我實實在在知道你是個病 是不是真的 誰知道 這個東西 我們是高明在這裡 這樣大家終於明白 中國人不說假話 不一定說真話 我絕不變得 但是我一定不說實在話 這外國人聽的就很氣 你鬼話吧 我相信現在的人類問題就發生在這裡 我們從小教小孩 你要是非分明 這是不正確的 人類沒有是非分明的資格 我們沒有那個本事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要求 三句話就講完了 第一句話 我們認知非常有限 你越研究 你越覺得 哦 不研究還覺得我懂了 我懂了 一走進去才知道 糟糕 店裡面還帶走事情我不知道 越讀書 應該越謙虛 就是這個道理 你看半同學 想叮噹 就是當真為什麼都懂了 人類認知非常有限 第二個我們選擇能力很糟糕 你看我們原來要材就是選錯了 那個選材非常重要 方子沒有錯 那吃下了為什麼沒有要材選錯 第三個我們判斷能力很差 你就三句話就知道了 認知很少 選擇很糟 判斷很薄弱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憑什麼說你是非不明 做不到 我們從小要告訴小孩 是非是很難判明的 叫是非難明 這是第一個要調整的 因為人要活多久 固然是定數 是定數 但是大家對一切有定數啊 這句話解釋是不透確的 我請問各位什麼叫一切有定數 中文告訴你 一切就是一 一就是一切 老實在我這些話 我跟老外講老外都會聽到拍桌子 耽誤我時間 講這句鬼話兩邊 因為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中文一就是二二就是一 其實在中國社會裡面 他有一句話 可以把所有問題就講完了 這件事情 不過是一而二二二二一而移 你英文再好 你翻成英文 大家都聽不懂 我們就是這樣 一而二二二一 你說他二就是二 你說他一就是一 全世界只有我們懂這個 那你現在搞得我們 把自己寶貝丟掉了 那你生活怎麼會愉快 所以我教我小孩的時候 你現在年紀輕 你沒有辦法做判斷 你先說是這樣 將來你會隨著你年齡而改變 他就很愉快 沒有固定的答案 一切有定數是說 沒有定數以前都是變數 這句話才叫做一切有定數 定數是到最後 就是我們今天到最後 還剩下兩個位置 就叫定數 可是一會有人進來呢 那算什麼定數 只要沒有到最後 就是沒有定數 真正的意思是這樣 人要活多久 自己可以決定 真正修得好的人 你要往生的前七天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所以曾經有修得很好的師父 就跟土地講說 你們從此啊 要好好過日子 師父大概過幾天就要走了 那土地跪下來 說師父不行了 還有好幾星星沒有住完 你們可以走呢 這樣子 再延長七天 他可以延長七天 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 不是固定的 那你一接受他就固定 你不接受他就變動 所以我們中國的學問 他是有能活的 有生命的 我們現在都把他幹成死的 那就跟著西方走 跟著西方走誰吃虧自己吃虧 這是我們近四百年來 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的事情 2009年開始 所以我們重新出發點 大家從自己做起 從家裡做起 然後把這個固有的寶貝 把它復興起來 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我倒請問各位 一出生忘記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如果人一出生就會說話就會寫字 那不是很方便嗎 不對 剛好是相反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就是讓我們明明有一個很完整的計劃 可是從媽媽的產道生出來以後 他什麼都忘光光 上天的好生之德 就是讓小孩不會說話 為什麼 太簡單了 因為父母是我們自己選的 我覺得有些人他亂寫書 那害死多少人 是父母好像自己喜歡玩 然後把我們生出來 沒有那回事 是我們排隊排好久 選了半天才選上的 那你當然要孝敬父母 如果不是你選的 你孝敬他幹什麼 我們為了我們的人生計劃 要能夠實現 我們就開始去看 哪一對父母 最能夠滿足我的需求 但是要來排隊的人很多 准那時候也要按照一個次序來征選 大不容易選上了 選上了以後你要幹嘛呢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要生死之間要去了解說 我沒有生以前 我為什麼選這個父母 我這輩子在幹什麼 非常簡單 當然很簡單 我們會選這個父母 只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報恩 一個報仇 那請問各位 你當父母 你會不會去看 我這小孩是報恩報仇的 答案是你看不懂 你永遠看不懂 為什麼我們的學叫玄學 我們很少用科學這兩個字 就是地獄 宇宙之前本來就很玄的東西 老實講 當一些說清楚講明白 它就已經不對的 說老實講是怎樣 我們選這個父母 所以父母會打我 是因為我有需要他打 我才會選他 對不對 我本來是要報仇的 被他打他不敢報仇 有沒有 有啊 那你不打他就報仇了 所以現在我是學教育的 現在什麼教育心理學教育學 全錯了 哪有的回事 我們後天的目的 是要什麼 是要讓他有所改變 這是我們第三句話 叫做我命由我照 我的命 是我自己在照 為什麼要照 請問各位為什麼要照 因為時間 不是我們所認識的 說這是過去 這是現在這是未來 沒有 過去現在未來 都在這個時間裡面 所以你這一輩子 如果把你的人生規劃改變了 就把以前老計畫也改變 把未來改變 都改變 這樣各位才知道 為什麼中國那麼重是修 你這一輩子來 如果沒有修 你下輩子還是跟你這一輩子一樣 這樣叫做人是習慣的動物 我有很多朋友專門到監牢裡面 去跟他們講一些道理 講久了以後都跟我講一句話 我聽了也很感動 他說那些人 你怎麼看他都不像犯法的人 你跟他談他覺得我怎麼會犯法 但他就犯法 為什麼 因為他上輩子就犯這個法 這輩子他又犯這個法 所以一個距離 你沒有什麼需要同情他 因為他上輩子是距離 上輩子還是距離 如果他不改他下輩子還是距離 不管你出生在什麼個環境裡面 最後就走算距離這一條 所以人這一生 不管你的計畫是什麼 你是要來改變你自己的 你是要來改變你自己的 修身就是改變自己 你不改變也可以 不改變就是敏南話說講的 又來啊 那你要改 你改就是前後全都改了 一次性就改了 怎麼修 怎麼修 憶經給我們三個字 第二個叫做上 上就是向上修不要向下修 我想現在大家都喜歡向上修 對不對 你GDP向上修大家都高興 向下修 臉都綠的 上 各位才知道 中國人非常求上金 沒有一個人例外 你隨便去問 你求不求上金 他那個臉都很難看 我不求上金 你要問這種話 當然求上金了 還能不求上金呢 但是第二個字他就告訴我們 要止 是可而止 你把上跟止 你可以看 就是多這麼一束而已 那到底要進還是要止 他就一個正 你看上面就是個正 再加一橫就叫正 你的方向是正的 你不斷的往上去修 加上一句話 做到什麼地步 就算什麼地步 這個是最了不起的 每個人條件不一樣 深層拔子完全一樣的人 命運會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 他還有後天的很多因素在裡面 不一樣 因此 我們要有一個認識 我們的未來 是我們自己在決定 我們要不要改 以後我們自己在決定 最後那句話是最要緊的 沒有人可以改變任何人 所以很多當老師都說 你看我改變多少學生 沒有這個事情 決定沒有這個事情 我當了一輩子老師 我最清楚 學生要改變 是他自己改變的 我無人為力 只要他不想改變 我什麼辦法都沒有 沒有 帶著很多醫生 而且都是名醫生 我相信各位很清楚 同樣的藥 這個病人吃得好了 那個病人就是吃不好 你不會偏心 你怎麼會偏心呢 你說你關係跟我好一點 我跟你要有效沒有關係 不可能有這種 一旦行醫的時候 他所有的人他都是意識同的 為什麼 因為要不要好 是病人在決定 人是靠那個免疫力 的調整 我們做醫生的是幫助他 提升他的免疫力 提升不起來 就推不起來 誰都沒有辦法 這個跟他生的意志 很有關係 他提升出來 他就擋過去 提升不了過不了這個關 那就叫過不了這個關